我是靖雯 我是高志 欢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么呢 今天来聊一下 你是不是常常觉得家里太小了 很多东西都没有地方收 尤其是厨房 常常是 所以我常在想 厨房应该是一个烹饪美食 展现对家人的爱的地方 可是反而为什么变成是烦恼呢 那说到这个烦恼 我们就要请到 郭具达人李明达大哥 来帮我们分享喔 欢迎郭具达人李明达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明达 嗨 欢迎欢迎 明珠 大家好大家好 你怎么这么有礼貌 来做客就好还带礼物呢 因为我在想 你应该在厨房嘛 在厨房 所以我就跟一厨来 来送给我们的 真的 厨房 那你送我什么好物呢 因为刚刚其实 我有稍微在门外有听到 就是这个 锅具不管使用 或者是清洁 甚至到收纳 其实都是很问题的 对 真的 因为我就说了嘛 常常就好不容易 想办法都收好 塞好了 可是一下子就乱掉了 对 所以人家讲的 锅具收得好 厨房没烦恼 真的 所以说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 送的这一组锅具 它就多厉害了 是 其实你看喔 像这样子 小小一个箱子而已 它里面有炒锅 有汤锅 奶锅 有煎锅 还有盖子 手柄 保鲜整煮整煮 怎么可能 我这么相信 但是你看我们要收起来的时候 就只有这样小小箱而已 对 那我来跟大家 好 里面到底有什么 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个 30公分的炒锅 是 那再来还有一个 20公分的汤锅 对 那还有一个16公分的汤锅 你看这都是 里面还有一个 就是锅中锅的概念 太棒了吧 如果有饼的话 你看我这每一支锅 是不是就 是 它有一支煎锅 对 它有一支煎锅 那这个煎锅 它的功能它也是比较多 它也可以做玉子烧 也可以煎鲑鱼 做早餐 做牛排都可以 那我们要使用的时候 这个手把把它扣上去 它就是一支煎锅了 有没有看到 很轻的 好 我们来大的锅子试试看 大的锅也可以 像这个样子 把它扣上去 就好像很简单 扣上去就好了 不用用力就马上可以 那我要试试看 来 试试看 好 因为如果说真的 如果连我都会用 那大家都会用了 对 必定的 来 你说这个要先怎么弄 先搬开 对 再放下去 为什么打开不会掉 因为它是一个安全装置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炒菜 有没有 难免我们可能大幕只会去撥到 它如果一撥到就封开的话 那是一种危险 是 好 所以这是韩国特殊的安全专利手柄 所以我必须先把它拨开 然后再按这个 是 就是安全钮 对 哇 好轻松的感觉 别人都会用了 好 那我再试一试 我把它扣上 你说扣上 然后呢 就直接 直接翻过去 不用 又听到一声很轻 这个喀嗒声 就是扣住了 对 就扣住了 所以我不管怎么翻 我怎么弄 它都很稳 对 我在用过具的时候 我也是很讲究就是 当然 首先是我们不要刷洗胎内 对 它不要刷洗胎内呢 就要从这个锅具里面的 它这种有不沾的材质 是 它采用的是这个桃钻的 不沾材质 它等于说你 无油也可以做料理 是 无油做烹嫩 我们家里的各种锅型嘛 你可能要炒锅煎锅烫锅 这也是一整组都有 那为什么我会挑这一组 就是说 因为其实这一组是日本的 日本他们就是厨房都小小的 对 那他们的收纳 他们很流行一种叫做 神奇魔法收纳 所有的东西都要很迷你 对 特别是那种 他们的洗手台 其实 根本就好小 对 很小 那它这一组就是除了说 我们要清洗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拆开来 放在榴槤 卸下来就对 对 每一支锅子都一样 它就不会有一支手柄在旁边 对 这个真的很方便 对 那当然除了说 它是一支锅子以外 它还兼具了 我们可以先备料 丰刃 那到我们刚刚看了 它有保鲜盖 我们可以把它吃过来的时候 冰在底下 你说这些都可以 对 然后再来呢 我们还可以直接把它端上桌 因为你以前的锅子 你要端上桌 它有一支手柄 是 那你手柄要对着 它卡住 那这一组锅具 它有一个好处 像我刚刚送礼来这边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你们家 是用什么的这种炉子 是 所以这一组在送的时候 很简单就要记得 你只要有炉子能加热 它就可以使用 是 因为它的锅底呢 它有一个这个 IQ的这个所谓的 白金导石的技术在上面 它这个是让我们IQ 爐 电磁爐都能通用的 就是不挑炉具就对了 所以说家里只要能加热的爐 它都能用 好 那等一下我有个问题 高智 我知道日本的房子都小小的 真的很小 那你们会不会有这种 鬆纳的困扰啊 真的有 因为像我妈也是 有可能是个性的问题 还是比较乱七八糟吧 对啊 所以弄得很漂亮的 但是已经去厨房 就很乱七八糟 尤其是这个锅子 那你可以再帮我示范一下吗 如果真的要收起来 是不是根本不占空间 现在这炒锅 然后再来汤锅 对 然后这个奶锅 是 然后再来 它还有一个煎锅 是 对 然后还有附上这个保鲜盖 我们都可以直接把它收在一起 真的耶 完全全不断空间 而且其实你看像这个白色啊 干净纯洁的感觉 其实就是很日本 对 很日本 但是 当初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也是觉得 它做到白色 那我们瓦斯如容易脏 对 可是它锅外面这边啊 它采用的是陶瓷 精密陶瓷的不粘技术 哇 太棒了 因为像这种陶瓷呢 一般我们去外面 其实我有时候用不粘锅 我也买过那种陶瓷锅 他连说把人家陶瓷的那种 里面的这种不粘技术 用在外面 你说这个锅子还有一个保鲜盖 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一锅用到底 没错 比方说像 我如果说要腌 比方说我拿这个锅子好了 对喔 被料的时候先腌 我先把这个鸡肉 先在里面抓一抓腌一腌 那腌了以后我们要冰冰箱 我就盖着保鲜盖 盖着保鲜盖 那我们冰冰箱冰30分钟 冰完我们再直接拿出来 在这个榴槤台上我们就直接加热 太好硬了吧 我加热 我上榴槤台煮的时候 我扣一个 它就变成一个锅子 所以它煮好了以后呢 端上桌 端上桌以后手把拆掉 它又是一个盆器 我们可以当成汤锅 可以当成容器都可以 对 最重要我就尺量没那么大 对 我吃不完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就只要再将保鲜盖盖上去 是 这样子就好了 真的耶 而且说真的以前 我说真的我的妈妈 听到这种什么涂层 还是什么钻石 她们都会觉得说 会不会释放不好的 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只有你妈妈担心 我也担心 基本上因为我有去检查 它的这些各项的认证 它不含这个铁芙笼 没有PFOA 没有PFOS 没有隔肩拱器重金素 重点是它还有不沾的测试 硬度的测试 所有的检验报告是通通的 好 那既然这么安全 我想了解我可以做哪些料理 锅子我们一定要基本的要求 我们怎么看尺寸 是 能煎上一整条的鱼 这个不太会料理 油味的鱼 把它放在里面 这个锅子就绝对够用 如果说有时候我们要吃一个 鲑鱼牛排做个煎饺 冰花煎饺 或者是煎个锅贴 这个你看这个煎锅就很方便 看起来又美观 因为这只锅子 它前面有这个弧度 有这个斜角 拿来做玉子烧更好了 来 高智你可以做了 真的很厉害 玉子烧过去 真的 好几乎 那这个呢 那像这个汤锅 我来看一下 这里面我是整整放了 一整支的拳击 而且这每一个盖子 都可以站立 我站立会乱汤 对 顺便跟大家强调 因为它里面的这个不沾 材质叫做陶蒜 对 陶蒜是一种矿物 所以它在预热的时候 会释放我们讲的远红外线 是 那远红外线在炖乳的时候 就好像潮锅一样 速度快会穿透 是 帮我们节省了烹饪的时间 好香喔 以前鸡汤我要炖 大概是60分钟 现在只要40分钟 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 40分钟 好厉害喔 要炖到它这个有嫩有厚 好甘甜喔 好好喝 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个汤锅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尤其有时候我们在煮的时候 它会滚到泡泡泡泡出来 那边就有 那它这个盖子设计 第一个是它的出气孔在这边 是 所以说我们要拿盖子的时候 它的蒸汽绝对不会弄到骨头 这个太贴心了 第二个是它里面的压力会平均 是 所以说它这个叫做防液 就是它不会溢出来的防液玻璃上盖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锅那个汤汁一直溢出来 火可能熄掉会很危险 没错 好 那我要问一下 你一直说不沾 你到底是锅内不沾 锅外呢 我们的锅子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油 油膏 酱料 淋在这个锅边的时候 是 那你瓦斯爐 你不知道里面擦掉吗 瓦斯爐继续煮 一直煮 对 它一直煮的时候 就会造成说它颜色卡对上面 譬如说像这样子 我直接拿这个我们最家里常用的 这种油膏 有没有 来 糕自立来鸡饼 立来鸡饼 小心 我直接把这个油膏把它刷在上面 是 那我模仿 对 我模仿 模仿说我们在家里 在家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就是在 瓦斯爐下 有没有 拍下去煮 我们现在烤到焯了 我想家庭主婦最怕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超难洗的 对 这通常是什么呢 我完全烤掉了 完全 这个就是孤略的这个部分 对 有时候没注意到 对 这个其实很简单 你看我就这样 因为它是陶瓷 对 所以我就像这样子一条抹布 像这样把它擦过去 好 然后这样子把它擦个几下 太夸张了吧 好厉害 真的 你怎么会 因为它这个是陶瓷 真的 陶瓷它表面就是骨粒 我这个还没有拿清洁剂 有没有 其实这样用湿布 就可以擦得这么干净 真的很厉害 对 我没有用清洁剂 而且其实像我这个锅子 如果说锅子手把拆掉的时候 它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没有任何的我们讲 所以说它还可以把它放进烤箱里面 是 像我们这样 你看 我们这个里面 整只汤锅 这个小汤锅把它放在里面 它其实我里面烤一个蛋糕 因为会烫 手把装上去 它就是一个隔热夹 你看 这个蛋糕出来 这锅子就带给我们算很多的 这种生活体验 太方便了 真的是日本人的智慧 他们去 日本人的智慧 日本人的智慧 你知道我心中心 知之道我这个方便 对 赶快跟妈妈说有这个 对 我用过那么多锅子 没有用过这么好用的 真的 不管从它的不沾 从它的健康各种报告都OK 到它的好清洗好收纳不占空间 真的完完全全我给100个 好 我们真的感谢明达带这么好的过去 谢谢 让我们在就是拥挤的厨房当中 真的看到一线生机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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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靖雯 我是高智 欢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么呢 今天要来聊一下 身为家长的 到底要不要让小朋友进厨房呢 可是说真的 小朋友到底是越帮越忙 还是乐趣多多 还有最重要的安全问题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些问题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一个 生活达人宝哥来帮我们喔 欢迎宝哥 大家好 各位好 各位好 我们一天煮三更一年煮千万 是 所有的麻烦事都在哪里咧 不是在煮菜 是 是在焙料 以前我们在厨房的时候 是 你就要挡 挡 挡 真的 你有可能让小朋友进去吗 好危险 工医善其事 必先利息 像我们以前 果汁鸡 料理鸡 冰沙鸡 研磨鸡 买一大堆 太多了 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什么东西 你看 这边是不是都有线 对 有线就是要插电 对 但是我们在厨房里面 家电产品非常多 但是你滴滴滴滴的 你就没有一个插头 可以插 再来你没有帮我收 你看它的马达 它的刀头在里面 你在清洗的时候很危险 真的 真的跟它雪滴子赶快 你下去清洗的时候 你的手不见了 好可怕 今天这一台 你看很方便 很理想 你注意看 没有线 真的 我以为你是还没有 接那个电线 没有 它就是没有线的 它只有不用穿 不用插电 不用倒电 最主要 穿把电可以用20倍 你看我们这个在充电的时候 就像这样 上面有这个LED灯 会旋转的就跟我们手机 同样的规格就对了 它有三格的显示 也就是说三格用完以后 又会变两格 会变一格表示什么 要充电了 就这么简单方便就对了 以前像这个蒜头 你是不是很麻烦要这样剥 你要吃一个冠枪的时候 你只剥两条蒜头而已 你就开始怀疑人生了 真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需要这么麻烦 来 我们这个主机是充电的 你看完全没有线 我们直接这样给它打开来以后 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拨算器 有没有 你看我们要用多少 你把它放多少下来 这样就好了 这样方便吗 很方便做你做就对了 来 我们上盖再给它盖起来 是 最主要小朋友看了 马上就会用 我不相信 想不会用 你看看 我们这样也要摆上去以后 是 两段变数 也就是说 你刚才硬的 软的 软的 你可以用慢速的 是说你要打鼓掣 打冰沙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快速的 要怎么用呢 很简单 一根手指头直接按下去就好了 这个是利用离心力 增加它的碰撞能力 在引进我们的专利技术以后 让我们剥蒜头 完全不费任何力气就对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蒜苗的 這樣就好了 来 我们打开就好了 真的 真的 蒜头跟我们的壳 通通帮你搬离 你看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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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干净净 我们有时候要做个什么 下午茶 要做个蛋糕 起风蛋糕 包括说我们要打个什么 打个蛋 我们这个通通都可以用就对了 这也可以 你把中间那个剥蒜的 给它拿掉以后 这个就是打蛋器了 这个特殊的专利设计就对了 你看 我们这个蛋白已经准备好在这边 我们直接这样给它倒下来 像我们有时候要做蛋糕 做松饼 其实就是什么 蛋白霜是最主要的介质就对了 在操作的时候也是一样 一根手指头 按下去就好了 就是这么地简单 方便 你看看 看一下 像我们这个都是蒜苗的 你看 真的 真的一块 这个蛋白霜 好厉害 有没有 就是这么简单 以后就是这么简单 像我们以前要吃冰沙 吃削冰 三条鸡 五条烘 刷刷过来 我的蛋白霜 我告诉你 现在不用再研究就对了 我们直接 像这个会生冰块 有没有 会生冰块 自己叫得最微生 里面不用加任何一滴水就对了 我们这个盖子再给它盖起来以后 就是这样 这样的简单 这样的方便就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OK了 再次强调 完全没有线 真的 冲宝片 可以用多久 可以用20次 也就是说 你交由烤肉露营钓鱼的时候 你也可以带去给它做使用 对 你假如说要吃个刀削冰 其实这样五秒钟就好了 你假如要吃绵密一点的话 你就多按个几秒钟 其实这样就OK了就对了 真的吗 所以说我告诉你 像市面上的 果汁鸡 料理机非常多 太厉害了吧 但是就是没有一台 像这一台这么梦幻的 来 消去 好 你看 扁起来 翘起来 会煎起来 来 像现在 山子振在手 摯在手 这个山子振这样给它摆上去 你看看 在那个观光地区的时候 这个一个 山子振要多少钱 一盘都要1.2百块 对 最主要 全我们家里面都有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自己做的 卫生健康 我们看得到 吃得着就对了 当然我们不只说 打果汁 打冰沙 最主要我们就可以打酱料 蒜头 辣椒酱 还是沙地酒 都可以 包括馅料 非常简单 方便 你想就对了 直接摆上去就好 来 注意看 这个要做个狮子头 你看看 红萝卜 整条 整条 是 给它丢下去 这个猪肉 这么大块 整块整块 给它丢下去 超快的 就像我们妈妈小姐 有时候我们要做个角肉 做个汉堡肉的时候 今天要吃多少 我们给它打多少 全部的东西 就是这么地简单 方便 你想 再来一点很重要 注意看 我们外面的这个是 玻璃的材质 玻璃的它完全没有毛细孔 所以 它的浪质 万年Q1就对了 你如果用塑膠的 它没有多久而已 整个无垃圾 最主要 咖完紅菜头一样 整个就变紅了 你就洗不掉了 那个叫做塑胶 因为塑胶它有毛细孔就对了 它不耐热 但是我们这个耐热又耐用就对了 当然我们这个 主机头给它摆上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 你快速 半速 随便你去给它做全摘就对了 你要不然塑的 快塑的 通通都可以 你看看 好快就睡掉了 这个加粿廟前 叫做菜 滷肉 对 你如果加粿 加三条前 那叫加肉 这样了解 真的是用秒来算 从头到尾几秒 不到十秒 好 来 我们再给它打开看看 看看它的效果好不好 怎么那么厉害 真的很厉害 这个都不能乱说 我们这个带回去的时候 小朋友会不会用 当然会用 一定会 增进亲子关系 我告诉你 你看 为什么说安全 你当它这个头拿起来的时候 对 它没有反应 没有动 为什么 没有动 这个叫做安全开关 你假如说摆上去 但是你放粗粗 放粗粗 不会越看越好粗 但是你也一样按不动 你假如说摆正了 让它进入凹槽了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要什么 我刚才有说 打果汁 打冰沙 打酱料 打鲜料 刚才是不是说 可以打粉 打什么粉呢 有时候我们要做个汤底 做一个日本的味道 还是说要打个什么 咖啡粉 是 打个冰糖粉来 沸一粒水果 可以吗 可以 也可以 你要看 这事情真的做饭 一机比多机 要使用的时候 不要做收拾位 我要用 来 你用 按看看 筋根 手指头就好了 筋筋的 按 按 就是这么简单容易 好厉害 里面有摆什么 有摆小鱼干 干的香菇 包括柴鱼片 包括冰糖都在里面 很厉害 给它按 大概 你脚要顺一点的话 差不多在15秒钟 15秒 15秒 它就柔柔柔 默默 這樣鬆就好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再继续打下去的话 会太细 真的 好 来掛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它们打开来以后 你看看 有没有细 我们打开 眼见为平就对了 东西就是这样 你看看 这个叫做日本的味道 我们的汤底就不用 化合化合 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 问题又来了 妈妈说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 但是 我们常常东西用完以后 不知道怎么清洗 你记得 我们这一整台就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你除了主机以外 主机拿起来以外 其他东西 上盖可不可以是 可以做清洗 你只要等在这里洗 你看 包括刀头可不可以洗 可以拿起来洗 是 包括我们这个容器玻璃的 强化玻璃就对了 直接流水就没胎膏 流水就没垃圾 你看看 清清清清 这叫做强化玻璃 是 它不会卡色 不会卡位 最主要 非常好清洗就对了 尤其像这个刀头 这个北梯 食品级三年式不修缸的 你看看 有的 妈妈小姐会说 我们这个用酒 这刀子不知道要抹吗 我自己说 我们这个特殊更做的 越用越来 英文不用多就对了 太快了 很方便 很理想的 所以说你看看 一击搞定 最重要一点 你在厨房里面不用再 订一个刀头 真的 你直接充电 可以让你用20次 从6岁到90岁 甚至从3岁到100岁 通通都可以简单做使用 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我要说真的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有没有真的解决你心中的烦恼了呢 最重要是可以节省料理的时间 我们真的要谢谢宝哥帮我们带来 这么好用的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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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常常觉得家里空间不够用吗 可堆叠好收纳的锅具组 马上让厨房多了好多空间 可拆式的手把耐用又牢固 内层材质钻石陶瓷涂层 导热均匀还耐磨不沾 重点是它不挑炉具 真的是有够食用耶 号称可以一机抵万机的料理机 不管你要打果汁 打冰沙 还是处理各种食材 都能轻松搞定 换个刀片还可以快速剥蒜 有了这个厨房神器 做菜 配料再也不是噩梦龙 今天介绍的东西真的都是家室的好帮手 不要担心会错过精彩的节目内容 你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粉丝团 都会有详细的介绍资讯哦 好康到手捧 千万不要错过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